一名穿着蓝衣的老翁拎着三件衣服 先是左顾右盼探了探头 最后走进试衣间试穿 过了一分钟后 假装自己已经试穿好一件衣服 在镜子前照呀照 整理衣领打亮一下 不过再度关上门后 男子就待在试衣间里好几分钟 都没有再出来 而最后走出来时 原本拿着的三件上衣 手里只剩一件绿色Polo衫 但另外的两件到底去了哪 17号中午 卖场店员在试衣间的木板下方 发现被剪掉牌 掉了监视器才发现 原来这名老翁 只拿了手上的绿色衣服结账 却将另外两件特价 299元的衣服穿在身上 洋装自己已经结账 降低店员戒心 不料精心设计的投田计划 最后还是被拆穿 什么店都一样 我不知道耶 但服事为主的很平凡 然后都在地客 我们现在抓到都是在地的 我们家不是常客 但他 警察局常客 对 贯切啦 是个贯切 面对这样的贯切 店家只好装监视器 否则一旦遭窃 只好自己认赔 记者刘己焦 徐一番花莲采访报导 还在地客 院长 很多人都去品尝尝 层 蛍